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賴振彤老師 那在上一個章節老師為各位介紹的這個 y等於a的x次方這個指數函數圖形 當底數a大於1的時候的一個圖形特徵 那當然接下來老師要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 當我的底數是大於0小於1的時候的 這個指數函數圖形的特徵會是怎麼樣 好 那我們首先來複習一下 今天假設x是時數而且a大於1 則y等於a的x次方的圖形 我們會發現大概會長成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它的特徵就是它一定會過01這一點 而且它一定會在x軸的上方 而且圖形越往左邊它會越靠近x軸 也就是以x軸為漸進線 好 當然它會是一個地增的函數 它會是一個地增的函數 再來它的凹口我們發現它是向上的 好這個是我們談論到當底數大於1的這個特徵 那接下來這個章傑老師要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是 今天a大於1嘛 所以a分之1就會大於0且小於1 那我們要探討的是指數函數 當我的底數是大於0小1的時候 那我們今天就用y等於a分之1 括號x次方來表示 那今天a大於1 所以老師還要跟各位同學探討 當底數互為倒數也就是第二點 一個是a一個底數是a分之1 當底數互為倒數的指數函數圖形之間的關係 好 那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 以這個例子 當y等於1分之1為底的指數函數圖形 這個圖形它會長什麼樣 那首先很簡單跟上一個章節一樣 我們秒點嘛 那今天老師這邊x從-3到2的整數點 然後對應過去的函數值就是8一直到1分之1 於是我們一樣把這些點 -38然後-24依序描出來 依序描出來 那描出來之後呢一樣的問題 怎麼連 怎麼連 那當然由上一節的經驗 同學會知道是用平滑的曲線把它給連起來 好 那老師要問的是 當底數是1分之1的這個函數圖形 跟底數是2的這個函數圖形之間有什麼關係 也就是剛剛老師拋出的問題 指數圖形當底數互為倒數的時候 他們圖形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好 那在探討這個關係之前呢 首先先跟各位同學複習一下 在坐標平面上呢 以致PQ2點它是對稱於Y軸 那請問PQ2點的坐標的關係 PQ2點是對稱於Y軸 所以我們這個圖畫出來 我們會發現 第一個 要垂直嘛 那PQ線段要垂直Y軸嘛 所以既然PQ線段垂直Y軸的話 他們的Y坐標會是一樣 所以如果P點的Y坐標是B Q點也會是B 那再來 因為它會被Y軸給評分 對稱嘛 所以如果今天 Q點的X坐標叫A 那P點的X坐標 就是怎麼樣 A的相反數嘛 我們就用-A來表示 好 那這個是 兩個點對稱於Y軸的坐標關係嘛 好 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兩個指數函數 一個是以1分之1為底 一個是以2為底的這個 指數函數圖形 那老師呢 今天呢 也列出兩個表 因為我們要秒點 那左邊這個表 就是以1分之1為底的指數函數圖形 那右邊這個表 就是以2為底的指數函數圖形 那當然啦 老師瞄的這些點 其實是有經過一些設計的 我們會發現 這些點呢 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就是老師特意 讓它的Y坐標都一樣 那Y坐標一樣呢 你有沒有發現 X坐標 都會差一個負號 所以呢 老師呢 分別瞄這兩個圖形的點 其實是有 經過一個安排的 也就是說 我們會發現 他們的Y坐標 會相同 可是呢 他們經過的點的X坐標 是不同號的 是1號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呢 來今天我們就把它 瞄上去這個點 所以呢 2分之1為底的 這個指數數呢 通過-38 那以2為底 就通過38 那2分之1為底的 通過-24 以2為底的 就通過24 那依此類推 左右左右左右這樣下來 好 於是呢 我們就用平滑的曲線 把它給連起來 那由於這些點 它都是對稱於Y軸嘛 剛剛講過 對稱Y軸的點 X坐標會猜一個負號 然後Y坐標會相等 所以呢 當我們用平滑曲線 連起來的時候呢 我們由這些點的對稱性 我們就想說 那這兩個指數函數圖形 是不是就會跟著對稱於Y軸 那當然啊 在這個直觀上是很明顯的 它就是 可是呢 當然老師覺得不是很滿意 因為呢 其實我們也一直瞄了這個大概 5-6個點 那這5-6組的點 它是對稱於Y軸 那當然你就要猜測 整個圖形都會這樣子對稱 那老師還是不大滿意 所以老師呢 決定用Jorgeboard的繪圖 來秀出其實他們有無限多組點 其實都是對稱Y軸的 那這樣子理由就更充分了 不會只有5-6個點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以這個Jorgeboard來看一下 底數呢 是2分之1跟2的指數函數圖形 它的對稱性 好 那在這邊呢 剛剛我們說只有5-6組的點 它是對稱於Y軸 我們就說這兩個圖形呢 對稱於Y軸 那可能不大能說服各位 那老師現在要秀出來的是 其實它是無限多組的 這樣子的對稱於Y軸的點 好 那我今天呢 P點呢 是以2為底的這個指數函數圖形上的一個點 好 P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今天過P點呢 做這個Y軸的垂直線 做Y軸的垂直線 假設它交這個2分之1 2分之1的X次方的這個函數圖形 於Q點 好 這邊是垂直的喔 那今天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交點是C 當然如果今天我要說 已經垂直了嘛 所以我希望它是平分的 所以呢我去量Pc的長度 跟Qc的長度 我們發現是一樣的 好 所以呢 PQ兩點就會對稱於Y軸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這樣子的PQ兩點呢 有無限多組 所以呢 老師透過這個平平型的移動 這個P點 我們就會發現 這邊的值都是一樣 所以其實真的是有無限多點 它會對稱於這個Y軸 那我們就會說呢 其實這兩個圖形 互為底數 如果互為倒數的指數函數圖形呢 它其實就是對稱於Y軸 以上 好 那看完了這個底數是2分之1跟2的 這個指數函數圖形的對稱性之後呢 老師就將它給一般化 也就是當底數互為倒數的圖形的 那麼對稱性是否跟剛剛的例子 也會相同呢 我們來看一下Galajabra 所會出來的情況 好 那在這邊要看到的是 其實呢 指數暗數圖形 底數如果互為倒數 它們就全部都會對稱於Y軸 好 那在這邊呢 現在底數是以2跟1分之1 好 那現在是你看 老師現在底數呢 都是互為倒數 那雖然說兩者的圖形都有變化 但是不變的是 它們都是一樣對稱於Y軸 好 那這是這一點 接下來呢 第二點 這個當底數呢 是介於0到1之間 比如說紅色的這個 這個指數函數圖形 它的底數就介於0到1之間 老師要講的是 其實呢 當底數是01之間的時候 這個圖形它是一個 有左右D減的這一個函數 而且它的凹口一定都向上 好 再舉個例子 比如說 底數是5.5 那你看也是D減 5.5分之1的X字方 那凹口也是向上的 好 以上 好 由剛剛呢 我們匯圖軟體所示範出來的狀況 其實我們就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這個在底數互為導數的指數函數圖形呢 老師今天呢 以底數A 老師假設A大於1為例 那A如果大於1 那Y等A的X字方就會遞增 Y等A分之1瓜的X字方就會遞減嘛 好 那這樣子圖畫出來呢 我們就來做幾個結論 第一個 底數互為導數的指數函數圖形 它真的對稱於Y軸 好 所以呢 這個結論請同學一定要把它記著 底數互為導數的指數函數圖形 它是對稱於Y軸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當這個底數是大於0小於1的時候 老師把它寫成Y等於A分之1的X字方的這個圖形 有下列五點性值 那跟這個上一節講的差不多 第一個圖形一定過01這一點 第二個圖形一定在X軸上方 而且也是以X軸為漸進線 只是呢 它是越往右邊越靠近X軸 當底數是01之間的時候 圖形越往右邊越靠近X軸 好 再來呢我們又發現這個圖形呢 是由左而右下降 也就是底數是01之間的數的時候 函數圖形是一個遞減的一個情況 那第四個圖形的凹口也是向上 那在這邊呢還是再說一下 圖形的凹口其實就是在圖形上取AB兩個點 那這個連線段呢全部都會在圖形的上方 那它就是凹口向上 最後一個一樣的 如果這個圖形呢 跟Y等於K這條水平線的焦點 會有幾個 答案還是一個 它只會有一個焦點 當然前提是Y等於K的這個K要大於0 因為函數圖形都會在X軸的上方 那我們今天看完了底數是01之間的這個 這個指數圖圖形 或者是底數是大於1的指數圖圖圖形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立體演練 我們假設F1 底數是以A為底的指數圖圖形 F2是以B為底 F3是以C為底 F4是以D為底 那它圖形呢是如這個畫面上所呈現 那它題目跟你講 F1跟F4它是對稱於Y軸 F2跟F3它是對稱於Y軸 分別這樣子對稱 那是比較ABCD的大小 底數的大小 好 首先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題目 首先我們看一下F3跟F4 我們發現這兩個函數圖形都是地增函數 然後呢 在地增函數之外 在這個Y軸的右邊的圖形 F3呢它地增的速度比F4來得快 所以呢以上一章節我們講的 這個時候呢 你上升越快的 而且它是地增函數 它的底數就會比F3的底數就會比F4的底數大 所以C會大於D 而且它是地增 所以底數都會大於E 那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題目跟你講F1跟F4它是對稱於Y軸 所以 F1的這個底數A就會是F4的底數D的導數 所以A等於D分之1 再來 F2跟F3它也是對稱於Y軸 所以它們的底數也是互為導數關係 所以呢 B會等於C分之1 那我們剛才知道C大於D大於E嘛 所以整個導數C分之1就會變成小於D分之1小於E 那於是呢我們就可以知道 最後這個C分之1就是B嘛 那D分之1就是A 所以B小於A小於E 所以這四個底數我們就比較出來啊 最後答案是C會大於D 然後大於E E會大於A然後大於B 好 以上就是老師為各位同學介紹的指數函數圖形 希望對各位同學有所幫助 謝謝